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新聞聯播 我們會先講一些要問 第一件事 話說接下來12月10日 就會公佈香港健康碼等等 有機會會講到 香港人回廣東省的通關安排 但現在高官打開口牌說 第一就是 現在開關的情況是怎樣 都是由中央做最終的決定 特別是通關時間 第二就是 大家不要窩蜂湧去申請港康碼 因為會處理優先有經濟需要的人員來往 包括做生意、公務、商務等等的人 他們會有些配額然後處理 所以政府會列出一個表出來 看看哪些群組可以拿到配額 還有他也說會爭取把部分的配額 給本身有迫切需要的人 整件事就是這樣 我昨天跟朋友吃飯有些很熟內地的狀況 他說這個做得很快 因為實際上如果不再開一部分 你不再開一部分 有些必須要往來是搞不好的 所以他有些配額 但是他說因為現在 其實由於你要開兩會 要開兩會 不是兩會 要開黨大 十幾大 十五大 二十大 二十大 所以北京已經開始像鐵桶一樣去防衛 加上東澳 香港人應該不能進去 香港人不能進去 很難進去 他不是想有那麼多香港人進去 所以我說如果要全面開關 通關之後 始終都要等你決定所有人士報告 先完成 等明年三四月才有機會 否則應該搞不好 我想其實你商務去到廣東省 已經解決到很大部分的問題 你再遠一點 就叫人來廣東省開會 大家在廣東省裡面搞定了 那應該最安全 但他不可以讓大量香港人那麼容易 進去大陸 進去內地 我相信 現在廣東省就是南天門 國際疫站 全部是南天門 在廣東上做 在廣州做 所以期待 看看他的通關安排如何 另外 講講Omicron 他的一些情況 第一個 在世界衛生組織命名前 原來美國 就已經在11月23日 有一個相關的案例 以及他早過 一流是病毒株被發現 被命名幾個時間 以及就是南非報告的病毒株 其實他的傳播鏈 跟原本理解的會有些不同 因為這個病例是來自 明尼蘇達州 一個30歲的男生 本身 首月18日 去紐約參加動漫展覽 然後感染了 然後再蔓延等等 而另一方面 有些美國的州 都安排了一些 例如要強制 私營企業 那些僱員 接種新冠疫苗 紐約是第一個做 也是全美第一個 而另一方面 英國其實現在 都有點淪陷的狀態 因為他一方面 這些Omicron的案例很多 那他其實就差不多 已經有最少21宗 就是來自內吉利亞入境的人 而另一方面 現在在英格蘭 就200多宗 蘇格蘭就71宗 有4宗就是威爾斯 還有就是英國的 偉傳學研究所所長 倫敦大學學院 他說這個Omicron 他在英國擴散得很快 還有現在他已經佔了每日 所有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1%左右 大約500到1000個例子 而最後 這個南非 他有個非洲健康研究所 的實驗室 研究 就是一個初步的研究 就說這隻病毒株 他逃避疫苗 或者他的感染 帶來的免疫力的能力 就很強 但就不完全 他是有個研究手稿 他就把輝瑞 對Biontech的疫苗 血液做了一個研究之後 發現 他的中和抗體水準下降了41倍 但這個就是很初步的研究 就是還沒做那些學術的 PEER REVIEW 同行評審那些 就是現在其實 這樣說 第一就是 Omicron 這隻病毒 實際上他還沒檢測到 因為我沒有 至少沒有一個很確實的數據 表示他究竟殺傷力有多大 現在大家一般來說 覺得他傳播力很高 但殺傷力很小 但暫時來說 我還沒看到任何 即他可能是有 但我自己未見到 他的殺傷力究竟有多大 這個是傳異的 這是第一 你先要傳異的 第二點就是 他在這個病毒 這個狀況 你會看見 原來美國和英國 其實現在都很少 他是預計到 你覺得有Omicron 即是說 英國現在是1% 美國現在 發展得很快 但實際上 主要是沒有Omicron 主要是大家是 經攻資料 所以 覺得M-Omicron 大部分都不是 如果這樣說 如果美國和英國 都是全部幾萬幾萬 你看Omicron 幾十萬 不是十幾二十萬 對嗎 不是十幾二十萬 整件事 我都覺得有些是 反應過大 好像是那些藥廠自己做出來 即是藥廠賣不完 所以才騙你 你打第三針 是的 跟觀眾分享 我頭兩針是打科興 但之前葉劉他自己做了一個研究 那些抗體打完之後沒有了 所以他第三針是打復必泰 那我響應葉劉的號召 我第三針是打復必泰 然後打完之後 現在都 即是我星期日打的 晚上之後 現在都有一兩天都不舒服 但現在都可以了 所以我打死不打復必泰 真的好見 真的要睡覺 還有好像有一個研究 對於T-shell 即是保護 你的抗體和保護力是不同的 保護力對於T-shell是放輕高一點的 還有有些研究說 什麼打復必泰 就是性興奮多一點的 我完全不覺得 原則已經是借了 是嗎 因為好像感冒一些症狀 肌肉痛 然後變成已經很好 我都說了那個狀況 我告訴你一個說法好不好 你覺得葉劉會不會很聰明的人 都不是太聰明 所以葉劉叫你去A去B 你就會比較聰明 可以嗎 整件事我們當然是 我們現在是這麼困惑的人 我們當然是研究過這些 到了最後得出的答案就是 我告訴你分析是怎樣 第一 打是防止不了 所以抗體高低是沒有分別的 可以嗎 所以你首先 雖然你說T-shell 保護力比較強 打了就希望不死 所以打了就希望輕一點 所以實際上打哪一隻 其實分別不是那麼大的 還有第二個就是 很多人現在都說 我想外出吃飯 那邊打一下 沒有辦法 所以以前的時候 你打服給大眾有一個理由 因為你去外國 現在你不用去外國 所以我們都是隨便打一下 打科興 你至少那個損害性會比較少 而且我看的那些報導 很多都是 尤其是通常那些醫生 因為醫生通常都是黃 通常都會打伏必泰 他叫我東我再去西 尤其是我覺得伏必泰那個 宣傳太厲害了 宣傳越來打那個太厲害了 所以我現在漸漸越來越不信 情況就是有沒有搞的 有沒有這樣 因為那個產能的問題 那個產能你在太短時間做太多 對 還有他有限期 不像科興那樣擺得 是 他太短時間做太多出來 他一定要消耗 因為美國不打 美國人不打 所以他因為 我解釋 因為 譬如你做很多產品 譬如電視機 手機 這些產品 他們算是很耐用的 因為其實 在某程度上 他們都算是耐用的 就是在疫苗來說 因為其實理論上 你是幾年 現在賣一年 日本再 我覺得有點穩定 通常你第一層 由零到80%的時候 那個上去很快 但是到了超過80%之後 就是一個renewal的問題 你再沒有新買過什麼 所以你會看到電視機的普及 在經濟上來說 經濟上來說 經濟上去 然後銷路會急跌 因為本來沒有電視機 你就買電視機 你就零到什麼 最後幾年會很快 因為由大約是 那本書的tipping point 大概是20% 去到80% 那段時間 你零到20% 可能走得很慢 到20%到80%的時候 因為個個都做了 那你就走得很快 然後到80%之後 因為你已經不會有新買 買了的人 那些是五六年的 五六年才renew 那你就跌下去了 所以這個同樣存在在疫苗那裡 疫苗那裡就是 你如果打了之後 你理論上有三五年的 但是可能你可以頂三五年的 因為一般疫苗都頂到幾年 或者之類的 除非你有變種 那些 然後你打了 理論上頂幾年 但問題是 因為美國有三億的人 那你早就要做七億劑 或者全世界再要做 一做七億劑 即是打完第一回合之後 打完兩針之後 打完兩針之後 不打了 接著之後 你五年之後才打 那他的產能在 他不就叫他產能 轉到別的 不是的 明白嗎 然後美國原來還有幾成 好像五六成的人打 只有一些不打的 比你想像中 所以他一定要推出這些 所以認為他造假的狀況很大 正如這樣 我們當初不知道要問你做 我詳細過 我詳細過 為何福必泰 明明他們說 mRNA的疫苗 是可以轉得很快的 可以兩三個月轉到 一兩個月轉到新的 他的好處是 因為他不要接變 他不用由頭做過 他不用由頭做過 所以他不會轉得很快 當年的生命中 為何Delta不變 我詳細過這個問題 是不是 那為何Omicron才變 因為Delta的時候 他要消化了之前那些 所以他死都 Delta不轉 所以Omicron就不同了 他現在已經預備 製造了Omicron 就預備是拿你命的 所以整件事 我覺得很相熱化 其實我打FETA 一半可能是貪玩的 因為打科興 所以試試打些還沒打過 是啊 你叫我講過 你對的 我支持你 我也建議大家反打 隨便打一些 你出去就任何玩 現在打兩針 打兩針是一定要的 因為到處都去不了 但福必泰 你叫我打第三針 我為何不讓Omicron 那種變種出來才打 明白嗎 因為Omicron變種 他現在說很快會推出Omicron 他不出Delta 他直接去Omicron 既然你想打第三針 你等他出了Omicron 你才打 那你就更好處 對嗎 所以整件事 我覺得 你要在這個市場 因為我們做股效 我們很喜歡在銷售方面看 銷售方面 我發明的財技分析法 就是銷售方面的方法 你和對方 你和莊家想要你 怎麼做莊家想要你 和他鬥法去想 這個就是財技的炒股法 現在他就是一樣 打針 是如何去 從結果反向推翻 從製造疫苗那個人去看 我不從一個病人去看 我從那個銷售去看 想賣疫苗給你那個人去看 我永遠都是這樣 所以我看政治的時候 我永遠都不會從這些愚民 愚夫愚婦那些蠢人 去一樣的看法 我永遠都是在玩政治那些人的方面去看 雖然我不是銷售的 但我一定是銷售的 搞政治那些人去看 我不會美國怎樣想 中國怎樣想 政客怎樣想 和他們的利益去看 而不會和意識人態 和那些 哎呀你應該這樣做 我從來不會這樣看 是的 我們講一下國際消息 話說俄羅斯和烏克蘭現在火紅火綠 而拜登美國總統和普京 他在12月7日舉行了一個視訊會晤 大家都說了大家的底線出來 因為其實就是之前 第一就是俄烏邊境 現在有數以萬計的俄軍團主 第一就是 第二就是 在2022年初 有人傳說俄軍會進攻烏克蘭 美國和北約很緊張 而最有趣的是 這次會議的焦點之一就是 俄方會前已經大打開口牌 即什麼都可以談 表明就知道美國提供安全保證 應該就會有些比較好的結果出現 最後大家有什麼要求 或者有什麼底線呢 普京就說 如果北約進一步東進的話 或者在俄羅斯 或者在其他俄羅斯接壤的國家 或者在烏克蘭 部署的進攻性武器 是不行的 而另一方面 普京都特別向美國說 幾乎烏克蘭不能遵守 他之前有一個明斯克協議 以及他們已經有破壞協議的情況 而他聯絡小組的框架裡的談判程序 都被烏克蘭那邊延遲了 這就是俄方說的 美國就說了什麼 美國就說 如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就會要求北約2號的行動就要停止 另一方面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就會面對一個很嚴厲的制裁 包括會搞大約銀行 還有要令俄羅斯的勞報 不能夠兌換成美元或其他貨幣 現在就是他們有個私信會晤之後的情況 我覺得是這樣 他們這兩件事是沒有互相矛盾的 就是說如果兩個人完全是互相矛盾 那就自然是不可能實行到 所以他至少是沒有 就是說整件事大家都應該打不成仗 什麼來說 就是說俄羅斯就說是烏克蘭沒有遵守到 事實上烏克蘭是沒有遵守到的 那那個明斯克協議 我想你沒有找到什麼叫明斯克協議 沒有找到 因為剛剛才剛才做到的 我才放進去 簡單來說 因為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不知道是詳情 就是他們那時候打了東烏克蘭 哈利米亞 不是哈利米亞 東烏克蘭 東烏克蘭他拿了東烏克蘭 那兩個名字很咬口 那什麼什麼共和國 那兩個名字很咬口 所以你看不到他 所以 因為是新變法 他現在還在烏克蘭那裡 可以嗎 他現在還在烏克蘭那裡 所以他打了之後 然後他們有一個協議 那個協議 其實為什麼他不會遵守民斯克協議 因為那個協議大約會是這樣的狀況 就是他不承認烏克蘭是一個獨立國家 烏克蘭不承認東烏克蘭是一個獨立國家 這個協議就類似大概是 那個叫做 你讀中四有沒有讀河無協定那些 哪個朝代 聽一個名字就知道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時代 或者有一天文國時代 這種韓媒協定這些名字 協定這些名字 難道會出現在唐朝嗎 可以嗎 一聽一個名字就知道 一聽一個名字就知道是民國時代 更多外交就是不太熟 大約會是這樣 其實他簽了很多韓媒協定 我們不是大約這樣 就是日本人覺得你七七楼溝橋事變 他覺得當初中國不見了的人 然後又找人 那些不要理 他覺得你違反了韓媒協定 韓媒協定其實是類似 但是我們還說 我不是承認你那件事 為什麼暫時我不想打招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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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所以他覺得七七楼溝橋何不協定 在中國來說我當然是違反 我信不信你 因為你侵略我的 那是暫時的一個停火協議 不是一個和約 我是隨時可以逼得逼 大概民視客協議是一個這樣的事情 所以他們亦都是 沃克蘭不是特別想遵守 因為他覺得他這樣的狀況 所以 但是 因為在普京來說 他覺得你這群人 如果一直想向東推進的話 如果再忍你的話 即是忍你就可以吃得了 因為當初的時候 美國是答應了 他北約是不會推進 蘇聯才讓那些國家獨立 才讓他們獨立 才讓他們獨立 才是瓦解蘇聯 為什麼你們後來都反了 美國人就是 這件事是答應蘇聯 只有沒有答應俄羅斯 所以其實大約 北約有沒有抗 大概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這個是不可解 俄羅斯覺得是任何人 但是北約是不會東抗的 但是問題就是 烏克蘭很想北約 當他越東抗 他想拉北約下水 因為如果他現在這樣 他是搞不定的 他要做一個既成事實 等到你侵略我 北約就會進來了 他想北約進來 因為只要大家攤一次牌 北約打死了俄羅斯 如果不然他就沒有辦法 北約不敢進來 他就想一邊入北約 那你怎樣 他想入北約 北約不敢進來 所以烏克蘭是有冒險傾向的 這個才是大家最大的問題 所以繼續看看他們的發展會怎樣 最後再說一則新聞 話說這個德國的後任總理 他就向習近平傳話 說他們會延續阿密依依的路線 話說即將上任一個叫索爾茨的德國總理 他就通過歐盟理事會主席 向中方傳話 因為其實德國社民黨籍的 剛才說的舒爾茨茨茨茨茨 這個再看看 H-H-U-L-T-E-Z 其實是很普通的聲音 然後他當選總理之前 就已經說會延續阿密依依的武實路線 還有他會對兩個聯盟的夥伴 即是綠黨和聯邦民主黨 就會牽制著 即是押著他 因為這兩個黨都主張對話強硬 現在他們其實有一個執政框架 就是大家都是建構對話關係 但是用人權國際法做基礎 尋求合作 但是都當一個中國都是一個要認真看待的關係 我相信這個是 因為一向德國 人家都說 新任內閣會比較反中 我一直都會覺得他比較反中 我覺得他會對話強硬 但是現在他這樣去說的話 我都很懷疑 我都可以懷疑他究竟這個是不是要說一下 即是在伸出橄欖枝的時候 我覺得是有一點好像要說一下 我都會估計他初期會對話強硬一陣 然後到最後因為在大財團利益的關係 他才會軟弱好像美國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很懷疑他這一番話的可行性 但是長期來說都是對的 因為始終你到最後 所有的事情都是以國家利益為前提 因為中國作為敵人不是德國的領域 而是美國的領域 因為中國的崛起威脅到美國的存在 而中國的崛起威脅不到德國的存在 所以只是一個人權 因為當初他們的意思人態 假設你有一個鄰居 你的家庭事務 你看看他很不順眼 跟他包以外 但問題是他跟你有生意做 他跟你有些合作 所以到最後你覺得錢重要還是包以外重要 到最後你還是覺得錢重要 不要說包以外 還可能有些屈的成分 但你看看他就不行 假設他那件事是真的 我們今天要問的時間就到這裏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